哈喽,大家好,我是乌鸦太太 你们这周过得好吗? 新的一年开始,除了又要长一岁 也有一种可以重新规划日子的感觉 今天想来跟大家聊聊 我今年期待自己不要再购买的东西 也希望借由这个分享 能让我自己好好遵守这些自己定下的目标 如果你想知道有哪些东西 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居家类型的物品 第一个我2023年不再购买的物品是香氛蜡烛 我自己很喜欢居家香氛 尤其是氛围感十足的香氛蜡烛 不过因为跟两猫同住 所以点蜡烛的时间比较少 再加上因为我自己与老公工作的关系 常常会收到适用的sample或公关品 目前家里的蜡烛库存是比不上我消耗的速度的 所以希望2023年能先把家里的库存消耗完 不要再购买任何香氛蜡烛了 第二个是家里的植栽 目前家中的客厅与后阳台的植物 我觉得是处于很刚好的数量 加上有些养了近两年的盆栽 也渐渐长大了不少 所以在目前的空间下 我希望自己能以照顾现有的植物为主 将数量以及照顾植栽的时间 都维持在现在令我感到舒适的状态 不要再多再新增多的盆栽了 第三个我2023年不再购买的物品是花瓶 虽然我很喜欢在家插花 不过台北的天气适合插瓶花的季节不长 目前家里已经有两个花瓶 以及一些留下来的玻璃瓶空罐 对我来说已经很够用了 虽然偶尔会想换点款式尝鲜 但只要运用不同的花材 同样的花器也能插出不同的样貌 所以希望今年不要再购入任何花瓶 第四个我2023年不再购入的物品是抛弃式的打火机 目前我有两个抛弃式的打火机 都是拿来点居家商分使用的 不过最近有一个火力变弱了 应该是瓦斯快用完了 所以我希望把这两个用光后 把它们换成可以重复填装的款式 来取代现在正在用的抛弃式打火机 第五个我再购入的物品是居家摆饰品 现在家里的摆饰大部分是植物 还有会使用的香氛商品等 其他的空间保持留白 也感觉更清爽舒适 所以不需要购入另外的装饰品 再来我今年不购入的东西是沙发的抱枕套 目前客厅用的抱枕心与抱枕套都是无音良品的 当初选的米色跟白色很百搭 从搬来到现在用了两年多都很满意 以前会利用抱枕的颜色更换居家氛围 不过最近我们会利用更换居家陈列的位置 还有季节的直栽更替 搭配不同颜色的平花 也同样能达到转换季节氛围的效果 第七个我2023年不购入的物品是第二套床组 目前我们使用的是纯棉的全白床组 虽然白色的床组比较需要勤劳的更换 不过我跟老公都蛮喜欢这组的 大约每一到两周就会利用周末的时间 喜好送去烘干 当天就能换上 也不用烦恼收纳的问题 希望今年也可以持续下去 再来一个不是实质的物品 就是我们每个月的固定支出 第八个我不会购买的是订阅至会员 不知道大家现在看影片的习惯是什么 我们家目前没有任何有线及无线电视 所有影片的来源都是各种网路串流平台 但因为一开始想看的片源蛮分散的 加上单价又不高 你不小心就订了几个不同的平台来看 目前试用了两年 已经可以确定哪一些是比较常看的 趁着年末把少开的平台终止订阅后 2023年也不打算再加入新的串流平台 再来是厨房相关的物品 首先今年希望自己不再购入的是囤货的罐头 前年疫情开始三级警戒后 家里一直有囤一些罐头的习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种以备不时之需的心态 这些罐头放了好久 也都没有打开来吃的欲望 年前整理厨柜把它们清出 也终于开始消耗这些库存了 希望2023年可以不用再因为疫情囤积罐头 早日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再来2023年我不再购入的是 非消耗性的厨房工具 这边说非消耗性的意思是 不算入像是抹布啊海绵等 需要定期更换的工具 而是调理时使用的道具 例如量杯削皮刀锅铲绿网等 2022年末去了趟东京 因为新增了几项自己看很久的调理工具 近日在厨房煮饭时 也有一种道具齐全 想要的物品都有了的感觉 所以今年不想再新增任何厨房的工具 接下来我今年不再购入的是单一用途的调味料 不知道大家在整理冰箱与橱柜时感到最困扰的是什么 我今年发现我家冰箱内流动率最低又满占空间的是各种调味料 尤其是那些已经调好的单用途调味料 像是韩式烤肉酱日式胡麻酱或是甜辣酱这些 因为用途比较单一 调好的味道也不太适合在料理时与其他口味调和 所以希望今年尽量不要再购入单一用途的调味料了 再来2023年我希望不要再购入的物品是果酱 之前有看过我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 我家老公比起我更喜欢吃甜食 不过有时候看到口味特殊的果酱 我还是会忍不住想带回家 想着有人帮忙一起吃 不过其实老公更喜欢的是草莓或是蓝莓这种定番款 不太喜欢特殊口味的果酱 所以如果我自己吃不完的不应该盘算它帮我一起吃 只购入自己可以吃完的东西就不会浪费了 再来一个我今年不再购入的是极点的东西 不管是超市超商或是量饭店 现在极点的换购商品都越来越厉害 也常常有很多知名的品牌加入 像是知名的道具组厨房家电或是锅子 不过这些换来的东西就算价值高 或是换购价相对划算 也常常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款式 换来了也因为不常用而闲置 加上购物时会因为想几点而多购入一些商品 往往一不小心反而花了更多钱 所以今年我不会再购入任何几点换购的商品 最后一个我不再购入的厨房相关物品是杯子 目前家里的杯子已经很足够我们两个人使用 加上我跟老公的工作形态 都很常收到公关品或是年节的各种礼盒 其中杯子也算是蛮常出现的品项 所以家里的杯子数量一直有地震的趋势 也希望借有年度盘点的机会 提醒自己今年不需要再购入任何杯子 最后这一类是我个人物品的类别 第一个我今年不再购入的是运动服 目前我有两件瑜伽裤与一件运动裤 加上两件短瘦的运动服、运动内衣 对于我每日在家做瑜伽 一周去教室上课一到两次的频率来说 已经很够用了 在没有破损需要更换的情况下 今年不打算购入额外的运动服 再来一个我今年不再购入的是分类与收纳包 其实我的收纳包运用范围蛮广的 除了带出门或旅行使用 我也习惯用化妆包当成居家收纳用品 不过家里的收纳包数量已经足够了 也常常会收到装工官品的束口袋 就算用坏了需要更换 这些数量也已经很够我使用了 也希望先消耗掉这些库存 不要再购入任何的收纳包 再来我2023年不再购入的是日志本 我一直有使用年度工作日志的习惯 不过这两年开始转换工作形态后 我发现因为现在的工作内容越来越多元 所以对我来说纸本的日志反而不太适用 可以用不同的APP做规划 能更好的区隔工作内容与行程 纸本的笔记本对于现在的我来说 更常用在个人心情或是抒发想法时使用 这样的记录使用空白笔记本更自由 想写的时候就写 想要放上日期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放上 就算空了一阵子也能继续写下去 我会因为跳过太多页而有罪恶感 所以今年我不会再购买任何日志本 再来一个2023年我不再购入的是抛弃式的化妆棉 以前每天卸妆或是师傅化妆水的时候 都会用到不同类型的抛弃式化妆棉 不过这两年我的化妆频率降低了不少 也把卸妆产品改成不需要化妆棉的凝胶类产品 再加上开始减少保养程序后 支付化妆水的习惯也舍弃了 所以目前我已经借掉使用抛弃式化妆棉的习惯 今年度也不会再购入 另一个我今年不会再购入的是按摩的用具 每次看到有特殊功能的按摩工具 都会很想买回家试用看看 想知道换了不同的道具 在按摩时会不会更省力 或是按起来更舒服 经过了几类产品的尝试后 我发现自己能坚持按摩的时间 大概就是晚上边抛脚边看电视的那段时间 我会一边帮自己按按头上的穴道 或是疏通一下耳后及肩颈的淋巴 其他的按摩工具我常常用一阵子 就没办法再坚持下去 所以今年也不会再购入 再来一个我不会购入的是出门用的购物袋 类似刚刚讲到收纳包的概念 目前我的购物袋已经够我日常使用 加上会陆续收到新的购物袋赠品 所以2023年也不会购入购物袋 以使用手上的物品为主 再来一个我不会购入的物品是指缘油 对我来说保持手部的整洁与美观是一件很疗愈的事 所以也一直有使用指缘油的习惯 不过近期我也发现 其实不管是使用身体保养油 或是之前在日本购入全天然的护发油 擦在指甲边缘防止干燥 与一般指缘油的效果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其实不需要多购入一个单一用途的产品 所以今年开始也不想再购入指缘油 接下来一个我不会再买的东西是质感不好的化妆品 这两年因为在家工作的关系 化妆品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 近期好不容易有一两个产品用完了 也差不多需要填购新的 回想自己之前断舍离 毫不犹豫舍去的那些化妆品 大部分都是因为单价不高 所以想着一次多买几个颜色试看看 最后发现不适合而闲置的 所以在需要添购化妆品的最近 也提醒自己不要贪图数量与低单价 不如把预算集中在几个真心会喜欢的重点单品 不要降级购买质感不好的化妆品 反而造成浪费 再来一个我2023年不会购入的是环保杯与餐具 目前我已经有环保块与出门使用的环保杯 对我来说使用环保工具的重点 便是减少日常产生的垃圾量 所以这类物品也尽量不要重复购买 加上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 只要有出门购用的一套就可以了 所以今年希望自己不要再购入同类商品 以上就是我希望自己2023年不要再购入的物品 能列出这些清单单纯是想提醒自己 既没有强制性也不是要给自己徒增压力 当然更不是说购买这些东西不好 没有任何批评的意味 单纯是因为这些东西对我目前的生活来说 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如果里面有提到对你来说很有用的东西 也希望大家能不要被我冒犯到哦 你们生活中有没有越来越少用到的东西呢? 或是你也跟我一样帮自己准备了不购物清单吗? 如果你愿意也欢迎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简单生活练习 也希望大家 sawесь